马泰奥贝雷蒂尼 马泰奥贝雷蒂尼逐渐成为时尚界的宠儿 但还是希望他能够更加专注于网球事业 早日大满观家深登上时尚界的广告牌 贝尔蒂尼成为著名品牌 Hugo Boss大使16岁时 马泰奥贝雷蒂尼 Mateo Beratini的 衣服很少有偏离高中身穿的衣服 T恤 牛仔裤 短裤 他可能会在与朋友外出的夜晚和特殊场合稍微打扮一下 但高级时装不在他的兴趣范围内 在教室里 贝雷蒂尼是紧身牛仔裤的步行广告 当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外表时 往往适得其反 有一次我试着穿妈妈给我买的这条裤子 他说他们更宽松 我记得在高中上课时 我的几个同学取笑了我 我再也没穿过那条裤子 贝尔蒂尼在网球比赛中十年后 贝雷蒂尼早已摒弃 尺寸不合适的修行裤 和紧身牛仔裤 打造精致流畅的风格 这种转变是如此迅速和成熟 以至于这位26岁的身材魁梧的人 已经成为世界领先时装公司之一的大使 Hugo Boss 贝雷蒂尼并没有想到 与这样一个品牌合作的想法 他说 我的祖母 当然 他宠坏了我 他仍然认为 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帅的人 我猜所有的祖母 都这么想他们自己的 他笑着说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广告牌上 为他们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竞选活动 我的家人到处给我发我的照片 所以真的很不错 贝尔蒂代言照片 当然 网球运动员必须要正确做好 网球明星这一角色 商业活动或者代言必不可少 但是在绚丽的聚光灯下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事业的本质 那就是打好网球 像大小威廉姆斯 费德勒和纳达尔等顶级网球明星 在平衡球场内和球场外的工作时 就做得非常好 希望贝雷蒂尼加油 提升网球技术和心理素质 早日拿到自己的第一座大满贯 贝尔蒂尼在比赛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